去年以来,我省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和国家海洋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群众信访投诉半截率达到98.7% 全面建立五级核长制 加强水源地保护,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沈阳成为全国首批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 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淘汰10吨以下燃煤小锅炉4536台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继续减少 PM2.5平均浓度为3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13.6% 城市空气质量纠量天数比例达到81% 比上年增加19天 通过实施拆小锅炉 阳城整治 工业污染源的治理 机动车 茅黑烟现象的治理 等一系列措施 空气环境质量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 以农村水源地保护,促勤养殖 污染防治,治理生活污水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为重点 全面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去年全省创建省级生态乡镇20个 省级生态村200个,以累计创建省级生态乡镇288个,省级生态村2074个 全省加大了有改气有改电力度 去年全省新增更新新能源公交车1110辆,累计达到1.8万多辆 全省大多数城市建成区基本消除了茂黑烟车,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 突破水打好辽河流域污染防治攻坚站是全省生态环境工作的重中之重 今年我们以辽河,辽河流域,包括辽河,昏河,太子河,这三条干流 和污染比较严重的28条滋留河为重点 实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陆与海,联洞进行统筹协调治理 通过系统规划,一张蓝土干到底 争取用3到5年时间把我们的辽河治理好,保护好,利用好 今年我省还将全面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 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巩固蓝天保卫战成果,严控接杆焚烧 加快火电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推进供暖锅炉达标改造 淘汰城市建成区超标柴油货车 全面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守住生态保护红线,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深入实施三北防护林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相信我省在水、气、土、多方发力的情况下 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生态建设 加快建设美丽辽宁